字幕提供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7月25日星期六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然 過去幾天受到活躍的西藍氣流影響 香港也下了不少雨 今早香港仍然有些趙雨 我們從雨量分布圖見得到 雨今早集中放在新界西邊和北邊的區域 分別錄到超過5毫米的雨量紀錄 下雨比較多的地區 我們見到今早早的氣溫亦跌得比較低 最低氣溫在新界西邊和北邊 都介乎在25至26度之間 至於其他地區 我們見到氣溫介乎在27至28度之間 市區今早早在天文台六島最低氣溫是28度 我們再看看今早早的雷達圖片 就見到雨區是4點多中開始 影響新界西邊和北邊的地區 不過接下來我們見到雨區 已經慢慢移離香港了 不過最新情況顯示 在香港附近 特別是南邊 仍然有些新的趙雨區發展出來 並且會飄移上來 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今天仍然有機會下一些趙雨 至於本地的情況 我們看看最新的天氣照片 在維港上空 今早早其實雲量明顯比較少了 而且太陽出來之後 亦見到有些少許陽光 所以預測今日的情況 大致多雲會有幾次人趙雨 早上局部地區會有些雷暴 而日頭將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最高會上升到31度左右 會吹一些和緩至清淨的西南風 而高地會簡中吹強風 至於長遠一點的天氣會怎樣呢 我們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天氣形勢 衛星雲圖看到 現在在華南地區和南海西北部這些區域 仍然都是比較多雲 這幅廣闊雲帶 其實是同一股活躍的西南氣流影響 不過同時我們亦留意到 其實在南海東北部 以至東海這邊 其實天氣相對來說比較好 原因就是其實這區 開始受到一個反氣旋影響 我們預計反氣旋和相關的乾燥氣團 未來的兩三天將會逐漸擴展到 中國東南部以至珠江口附近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預計這一區 基本上在未來的兩三天 不論是雲量和雨量 都會顯著少了 天氣就會更光亮 所以展望香港的情況都會相類似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 那些趙雨將會逐漸減少 天氣就會變得比較明朗 香港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再見